今天是在纽约的第三个整天了 一早就去洗衣服 这个就是我们三天积攒的量 基本上已经装满了 然后这边洗衣房应该是要自备洗衣粉的 然后洗衣服就在这 这叫做泰龙laundry 它有多少二点二五一次 你看这个 它是所有都这样放起的 真的是 你之前没有做过这个吗 不是我自己 但我知道有其他人 好,你碰我,我是laundry virgin 看这些液怎样倒进去 知道哪里有东西吃吗? 在附近 旁边有很多面包 那边有很多 吃粥吃面 好,好,谢谢 谢谢 谢谢 我谁听不谁说呢 谢谢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能听,但我不会讲 你们都是中国人 但你们说的每句话 我都不懂是什么意思 衣服已经洗好了 我们现在下去取 洗完了以后还要烘 哇,这个空干机空间好大呀 哈喽,我们现在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完成了洗加烘两道工序 我们洗衣服花了两块两毛五美金 烘衣服花了一块五美金 加起来一共差不多三点七五美金 哇,数学真好 好,拿吧 拿衣服 哇,好温暖啊 我第一次来纽约 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我们在上海过来的 你是在这里几位? 30年 从香港过来的 我们在大陆 洗衣服不流行这种东西 如果像纽约这些旧市 比较旧一些 因为这些建筑很多不会有洗衣机 所以很多唐人街这里 很多都要拿出来洗 我看这里的楼都是比较旧的 我看这里的楼都是比较旧的 我看这里的楼是百年的楼 再见 拜拜 拜拜